克莱多克总探长对马普尔小姐说 如果玛瑞娜小姐很清楚自己是受害对象 那也许她也知道是谁干的 你的意思是 她知道是谁干的 但不愿意揭露事实真相 我只是说 有这个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 那她不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么看来 似乎她不说的动机就是整起事件的起因 是某些她不愿意让丈夫知道的事情 真是有趣的想法 马普尔小姐说 这里还有几个名字 秘书 一位极有能力和效率的年轻女士 这位年轻女士爱着那位丈夫 你觉得呢 马普尔小姐问 我认为绝对是这样的 克莱多克回答 但您为什么也会这么想呢 啊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马普尔小姐说 那么我想 她应该不是很喜欢这位 可怜的 玛瑞纳格格 因此有谋杀的动机 克莱多克总探长说 很多秘书和女佣 都会爱上女主人的丈夫 马普尔小姐说 但极少 极少有人想 毒死女主人 啊 我们得允许意外的存在 总探长说 另外还有两名本地摄影师 一名伦敦来的摄影师 以及两名报社记者 他们似乎都不可能是凶手 但我会一查到底的 有一位女士 是玛瑞纳第二 还是第三任丈夫的前妻 玛瑞纳抢走她丈夫时 她很不高兴 但那是十一年 或者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这位女士似乎不太会 因为那件事 而在这个时刻 特地过来 毒死玛瑞纳 另外还有一个男人 叫 阿德维克菲恩 他曾经是 玛瑞纳格里格的密友 但是 他们已经好几年 没有见过面了 没有人知道 这位芬文先生会到场 他的出现 引发了非常大的热议 玛瑞纳格 看到他的时候 应该吓了一跳吧 大概吧 吓一跳 也许是害怕 厄运降临到了我的身上 克莱多克总探长说 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还有一个叫做 Haley Princeton的年轻人 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情 他一直闪烁其词 他说自己一直忙着做事 他说了很多 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什么也没有看到 什么也不知道 似乎是急于将自己 和这件事情撇清关系 才这么说的 关于这个 您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什么想法 Muffer小姐说 有那么多 有趣的可能性 我还是很想知道 关于那几个孩子的情况 克莱多克总探长 差异地看着 Muffer小姐 您对这个 还真是念念不忘啊 他说 好吧 我会去查的 康尼斯探长 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 不可能是镇长吧 他用铅笔 轻轻敲了一下那张名单 德姆特克拉多克 咧嘴笑了 这是单凭主观愿望 得出来的想法吗 他问 你这么说 也无可厚非 宽丽斯探长说 他是个自命不凡 又假仁假义的老伪君子 他继续说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真相 他四处滥用权势 极其道貌岸然 在过去的几年里 淡尽了独职之势 那你们没让他卷铺盖 卷回家吗 没有 康尼斯探长说 他十分的狡猾 每次都刚好站在 法律这一边 我承认 这个想法很有诱惑力 德姆特克拉多克总探长说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尽早将此刻脑海里的美丽图画清除掉 我亲爱的 康尼斯探长 我知道 我知道 康尼斯探长说 他只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名单上还有谁呢 他们俩再次研究起名单来 上面还有八个名字 有一点我们都很肯定 总探长说 就是这张名单上 不会遗漏什么人吧 口气里 有一丝疑问 康尼斯探长立马给了答复 我想您可以肯定 当天就这么多人 继班特里夫人之后来的是牧师 接着就是巴特克克夫妇 那时楼梯平台上有八个人 分别是镇长及其夫人 从洛尔农场过来的 Josha Grace和他的妻子 来自马齐贝纳姆 先驱阿格斯报社的 Donald McNair 从美国来的 Advick Fenn 以及美国电影明星 Lola Bluest小姐 人名都在这儿了 另外还有那名来自伦敦的 似乎十分喜爱艺术的摄影师 他在楼梯角落里 架了一个照相机 如果照您所说的 班特里夫人所说的 Marina Gregg凝固的表情 是因为看到了 楼梯上的某个人 那么就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了 镇长很遗憾地被排除在外 Grace两口子也可以排除嫌疑 我想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圣玛丽米的 那么就剩下了四个人 当地的记者不太可能 而照相的姑娘在那待了半小时 美人那不可能那么久才反应过来 于是剩下谁了呢 从美国来的不祥的陌生人 克莱多克总探长微微地笑了笑 您说对了 我同意 他们是目前最佳的怀疑对象 总探长说 他们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 阿德维克·菲恩是玛瑞娜多年未见的旧情人 至于罗拉·布鲁斯特 则是玛瑞娜第三任丈夫的前妻 她的丈夫为了娶玛瑞娜而和她离了婚 我想那次离婚闹得很不愉快吧 我要将她列为头号先一番 可你是探长说 是吗 我亲爱的 时隔十五年 而她自己又改嫁过两次之后 坤士探长说 女人总是很难懂 克莱多克总探长同意这个说法 但也表示 他觉得这样很奇怪 但您也同意 嫌疑犯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吗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有可能是 过来招待酒水的人吗 不管 那个传说中的 凝固的表情了吗 嗯 我们大体上调查了一下 巴逊市场的一家餐饮公司 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是指宴会上的招待工作 实际上那幢房子里 有个男管家叫Jusepp 还有两个在电影公司 食堂里工作的本地小姑娘 他们俩我都认识 不算聪明 但应该是无辜的 又推给我了 是吧 看来我得去和那个记者小伙聊聊 他也许看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 接着去伦敦 阿德伯克·芬恩 罗拉·布鲁斯特 还有那位女摄影师 他叫什么来着 啊 马克·奔斯 他可能也看到了什么 康迅士探长点了点头 我觉得罗拉·布鲁斯特的嫌疑最大 他说 并且好奇地看着总探长 您似乎不像我这样 肯定是他 我是在想做这样的事情的难度有多大 总探长缓缓地说 难度 把毒药放进Marinan的酒杯里 而不让任何人发现 嗯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 难度是一样的 不是吗 这是个疯狂的举动 我同意 这是个疯狂的举动 但是对于罗拉·布鲁斯特这样的人来说 做这样的事 比其他的人都显得更为疯狂 为什么呢 康迅士探长问 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客人 他算是个名气响当当的人物了 每个人都会看着他 确实如此 康迅士探长 承认这一点 当地人会互相用胳膊肘轻轻推着 窃窃私语 并且盯着他看 Marin McGregor和Jason Ladd迎接过他以后 有一位秘书负责照看他 做这样的事情很不容易 我亲爱的 无论你多么激进 都不能保证没有人会看到你 这里头有个障碍 而且是个不小的障碍 但就像我说的 这个障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不是吗 哦 不不不 克勒多克总探长说 不是这样的 绝非如此 设想一下男管家朱塞培吧 他一直在和饮料酒杯打交道 忙着倒酒 地酒杯 他可以在酒里放一座 或者一两片卡姆 一如翻掌 朱塞培 弗兰克·康尼什探长 思索着 您认为是他干的 虽然目前没有理由相信是这样 总探长说 但也许我们能找出个理由来 也就是说一个有事实根据的动机 是的 他完全有可能这么干了 或者是某个负责餐饮的人干的 他们当天都不在场 太遗憾了 也许有人为了这个目的 蓄意地将自己安插到餐饮公司 也不一定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整件事情有可能是预谋的 我们目前对此一无所知 总探长着急地说 毫无头绪 除非能撬开 Marina Greger或者她丈夫的嘴 弄出些想知道的事情来 他们一定知道是谁 或者说有明确的怀疑对象 但是他们不愿意说 而我们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透露 咱们的调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他停顿了一会儿 接着又继续说 不要过度在意那个凝固的表情 那也许只是个纯粹的巧合罢了 还有其他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办到这件事 那位女秘书艾拉吉林斯基 她也一直忙着搞酒杯的事情 把东西传来传去 没有人会带着特殊的兴趣去注意她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 瘦弱的像竹竿似的年轻人身上 我忘了她叫什么了 Haley Haley Preston 对就是这个名字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 这一次是个绝好的机会 事实上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个想要除掉Marina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下手都要安全的多了 还有别人吗 丈夫总是嫌疑人之一 总探长说 又回到丈夫身上了 可尼斯探长微微一笑 在意识到Marina才是预期的受害者之前 我们还都认为是那个可怜的巴的可可呢 现在我们又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Jason Lard 但我不得不说他似乎是一个很专情的人 传闻说他确实很专意 总探长说 但是没有人了解实际情况 要是他想摆脱他 那么离婚不是更容易一些吗 也更合理 总探长说 但是也许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 这时电话铃声 这时电话铃响了 那我得赶快过去 克拉多克总探长说 免得他改变了主意 在歌姓顿庄园 艾拉杰林斯基接待了 特末特克拉多克总探长 他像往常一样的麻利又能干 Gorik小姐在等您 克拉多克先生 他说 总探长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位女秘书 打从一开始 他就发现艾拉杰林斯基的性格颇为奇妙 他曾对自己说 如果我见过所谓的扑克脸的话 那么肯定是这一张 女秘书非常愿意回答 总探长提图的所有的问题 完全没有任何隐瞒的迹象 但是就这件事情 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怎么感受的 甚至还知道点什么 总探长却一无所知 在这位女秘书聪明高效的盔甲 似乎一点漏洞都找不到 也许他实际知道的 要比他说出来的多 他也许知道很多事情 总探长唯一能肯定的是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完全没有证据去证实这种肯定 也就是这位女秘书爱着 Jason Ludd 这就是他之前说过的 秘书的职业病 也许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这一事实 至少暗藏着某种动机 并且总探长很肯定 十分肯定 这位女秘书一直在隐瞒着什么事 有可能是爱 有可能是恨 或许相当简单 是一种负罪感 这位女秘书也许在那天下午 抓住了机会 她也许早就深思熟虑的计划好了 要做的事情 总探长能看出来 只要事情进展顺利 这位女秘书就能够轻松的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她那敏捷又从容的动作 从这儿走到那儿 招呼着客人 帮一个个人递酒 并且拿走空酒杯 可是她的眼睛却时刻注视着 Marina放在桌子上的那个杯子 接着 也许就在Marina迎接 美国来的客人的时候 他们惊喜和快乐的叫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位女秘书 那个时候完全有机会 悄悄地将那具致命的药物 投进那个酒杯 这需要胆识 勇气和机敏 而这些这位女秘书都具备 不管她做了什么 在做的时候 她都不会显露出一丝愧疚来 这本来就是一桩 简单聪明的犯罪 一个几乎不可能失败的犯罪 但是一个偶然事件 让整件事泡了汤 在那个相当拥挤的空间里 有人轻轻地推了一下 巴特克克太太的胳膊肘 她的酒洒了 而Marina则展现出 与生俱来的热情与大方 主动将自己还没有动过的酒杯 递给了巴特克克太太 于是 一位计划之外的女士 死掉了 这些纯粹是理论上的推断 很可能是一派胡言 总探长暗暗对自己这样说 与此同时 总探长礼貌地和Ella Jelinski 交谈了起来 哦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您 Jelinski小姐 就我所知 那天的餐饮服务是 巴新市场的一家公司负责的 对吗 是的 为什么会选那家公司呢 这我真的不知道 Ella说 那不是我的工作职责 我只知道拉德先生认为 相较于请一家伦敦的公司 不如雇佣本地的公司比较好 在我们看来 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哦 确实 总探长看着女秘书 此刻 女秘书正微微皱起眉头 眼睛向下看着 她的额头十分饱满 下巴显示出 她是个很坚毅的女性 可以说 她的轮廓相当性感 嘴唇的线条很硬朗 是一张充满欲望的嘴 至于眼睛 总探长惊讶地发现 她的眼圈红红的 总探长不禁猜测 难道这位女秘书刚刚哭过吗 看上去 像是 但是总探长敢发誓 这位女秘书不是那种 很爱哭的年轻姑娘 女秘书抬起头 看着总探长 似乎看出了 总探长在想什么 于是掏出手帕 狠狠地醒了一下鼻涕 您感冒了吗 总探长问 不是感冒 是花粉热 事实上这是一种过敏症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都会犯 这时传来了一阵 轻轻的铃声 房间里有两部电话 一部在桌上 另一部则在角落的边桌上 现在想着的是边桌上的那一部 艾拉杰林斯基走过去拿起听筒 是的 他说 他在这 我立刻带他上来 他将听筒放下 对总探长说 玛丽娜 已经准备好了 见您了 玛丽娜 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接见了 克拉多克总探长 很显然 这是一间 从他卧室里 辟出来的 私人会客室 听了别人 对他虚弱的身体 和精神状况的描述后 总探长原以为 会见到一位不安的病人 然而 尽管玛丽娜 倚靠在沙发上 她的声音 却充满活力 眼神 清澈明亮 她几乎没有化妆 尽管如此 看起来 也比实际年龄 年轻很多 总探长 被这种 柔和的光彩与美丽 深深震住了 玛丽娜的脸颊 和下颌的线条 极为精致 头发蓬松 自然地垂下来 勾勒出 整张脸的轮廓 那对长长的眼睛 蓝得像海水一般 眉毛是闻过的 但看起来非常自然 还有那热情 甜美的微笑 这一切 都带着一丝魔力 玛丽娜·格格说 开了多克总探长 之前我的表现太丢脸了 我更新向您致歉 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后 我的精神就崩溃了 我本该很快振作起来的 但是没有 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又笑了起来 一个懊悔 甜蜜的微笑 挂在嘴角边 他伸出一只手 总探长和他握了手 您会感到心烦意乱 总探长说 这也很正常 啊 每个人都心烦意乱 玛丽娜说 我没有理由让自己 比其他人更糟糕 你没有吗 玛丽娜看了总探长一会儿 接着点了点头 确实 他说 您确实很有洞察力 是的 是这样的 他眼睛朝下看着 细长的食指 轻轻抚摸着 沙发的扶手 这个动作 总探长在他之前出演的 一部电影中见过 动作本身毫无意义 却又意味深长 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 我是个胆小鬼 他说 依然垂着眼皮 有人想杀我 但我不想死 为什么您会觉得 有人想杀您呢 玛丽娜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 因为那是我的酒杯 我的酒 被动了手脚 最好被那个可怜的傻女人 喝下去了 那纯粹是个错误 这才是整件事 最可怕 最悲惨的地方 而且 而且什么呢 格雷格小姐 玛丽娜的格雷格 好像有点不确定 是否要说下去 您还有别的理由 证明自己 也许才真的是 预计的受害者吗 玛丽娜点了点头 那是什么理由呢 格雷格小姐 玛丽娜停顿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说 杰森说 我必须把一切都告诉您 这么说 您已经向他吐露了 是的 一开始我并不想说的 但是 杰尔克里斯特说 我必须这么做 接着我发现 杰森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早就看明白了一切 但实在是太可笑了 玛丽娜格雷格的嘴角 又扬起惆怅的微笑 他不想让我知道 他怕我会感到惊恐 真的 玛丽娜突然精神一震 坐了起来 亲爱的杰森 他以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吗 您还没有告诉我 玛丽娜格雷格小姐 为什么您认定自己 才是受害者呢 门人呢沉默了好一会儿 接着突然动作幅度很大的 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提包 然后打开 从里面掏出一张纸 塞到总探长的手里 克莱多克总探长看了看 上面用打字机打着一行字 别以为你下次就能躲过 总探长急紧地问 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我洗完澡回来以后 这张纸就放在我的梳妆台上 那么就是这幢屋子里的人 也不一定 或许是某个人爬上了我窗户外面的阳台 然后把他放在那儿的 我想他们是想进一步地恐吓我 可事实上我并没觉得害怕 反而倒觉得相当气愤 于是就烧信叫您来了 克莱多克总探长笑了 究竟是谁送的这张纸条 结果也许会大大的出人意料 您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纸条吗 玛瑞娜犹豫了一会儿 说 不 不是的 那您能跟我说说 其他的几张纸条吗 三个星期前 我刚来到这儿的时候 纸条送到了电影公司 而不是这里 非常荒唐 仅仅是一张纸条 那次上面的字 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而是手写的大写字母 上面写着准备去死吧 玛瑞娜·格格突然大笑起来 笑声中带有一丝谢斯蒂里 却很真实 多么可笑啊 他说 当然了 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纸条 或者威胁信什么的 我当时认为这跟什么宗教有关 您知道的 有些人不太认可女演员 于是我就把她撕了 接着扔进了废纸楼里 这件事 这件事你跟其他人说过吗 玛瑞娜·格格小姐 玛瑞娜·格格摇了摇头 没有 我没有跟任何人谈及此事 实际上 当时我们正在为要拍的片子而烦恼 在那个节目牙上 我压根没去多想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 就像我说的 我认为这要不是个愚蠢的玩笑 要不就是那个 不认可演戏这类事情的怪人写的 那次之后 还有吗 有 就在招待会那天 我记得是其中一个园钉带给我的 他说 有人给您留了张纸条 您有什么回复吗 我以为是 有关宴会安排的事 就将纸条打开了 今天是你在世上活着的最后一天 上面这样写着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之后 说 没有回复 接着 我又把园钉叫了回来 问他是谁把纸条交给他的 他说是一个 骑着自行车戴着眼镜的男人 好吧 我是说 对于这一次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认为这一次更可笑 我不认为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这会是个真正的恐吓 那张纸条现在在哪呢 Gregg小姐 我不知道 就我回忆当时我穿着某件彩色的意大利绸缎外套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之后塞进了外套的口袋里 可现在不在那儿了 也许是什么时候掉出去了 而您丝毫不知道这些可笑的纸条是谁写的 Gregg小姐 或者是谁唆使的 甚至到了现在都还不知道 Marina Gregg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总探长注意到 她的目光中有一种天真与无邪 总探长 总探长很欣赏 总探长很欣赏 却不相信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想您也许十分清楚 Gregg小姐 我没有 我向您保证 您是位名人 总探长说 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管是在事业上 还是在个人生活上 男人们都爱慕你 想要和你结婚 然后跟你结了婚 女士们羡慕你 妒忌你 男士们爱着你 却被你断然拒绝 范围很大 我同意 但是我得说 是谁写的这些纸条 您心里应该有数吧 可能是任何人 不 Marina Gregg小姐 不可能是任何人 她很可能是很多人中的一个 可能是个 急不起眼的人 服装师 电工 仆人 也可能是您朋友中的某个人 那种所谓的朋友 但是您一定会有所觉察 某个名字 也许还不止一个 这时 门 开了 杰森 拉得 走了进来 Marina Gregg转过身去 面向着他伸出胳膊 向他求助 杰森 亲爱的 卡拉得 卡拉多克先生坚持认为 我肯定知道那些可怕的纸条 是谁写的 可是我并不知道啊 你知道我是不知道的 我们俩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说得这么急切 卡拉多克 卡拉多克 卡拉多克总探长心想 非常的急迫 难道这位 Marina Gregg转在担心 她的丈夫会说出些什么吗 杰森 你们俩一直沉浸 你们俩一直沉浸在没有仇人的欢乐之中 是吗 总探长的声音里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 杰森拉多克 有点脸红 仇人 这是个只会出现在圣经中的词 探长 这么说的话 我能向您保证 我们绝对没有什么仇人 人们不喜欢某个人 会试着努力超越他 如果可以的话 是的 会恶意的 无情的打击他 但这离在酒里下毒 还差得很远 就在刚才 在跟您妻子的交谈当中 我问他 谁会写 或者说是别人写这些字条 他说他不知道 但当我们实际调查后 范围就缩小了 事实上 就是有人往酒杯里下了毒 而这个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您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杰森拉德说 我也没有看到 玛瑞娜说 啊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看到有人往我杯子里 放了些什么东西的话 我就不会去喝那玩意儿了 不是吗 你们要知道 我总是认为 德姆特 一个出了岔子的玩笑 最终变得很危险 这件事是由一个 做梦都想不到会制造危险的人做的 他的声音里藏有一丝疑问 接着再摇了摇头 不 我知道您不同意我的看法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问您 德姆特克拉多克总探长说 当然了 您还记得 巴特扩扩夫妇来到时候的场景吧 他们是紧随着牧师之后到达的 我想是您 格里格小姐接待了他们 您就像对待其他客人那样 亲切地招待了他们 可是当时有一位目击者告诉我说 在您迎接他们的时候 您的目光越过了 巴特扩克太太的肩膀 看到了某样让您惊恐的东西 这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是什么东西呢 玛瑞娜迅速地回答说 那当然不是真的 让我惊恐 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惊恐呢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总探长耐心地说 您要知道 我的目击证人非常坚信这一点 这位目击者是谁呢 他或者他 说玛瑞娜看到了什么呢 说玛瑞娜正看着楼梯 总探长说 有人正从那儿上来 上来的那一批人当中有一位是记者 还有格莱斯先生和他的妻子 一位本地的老住户 还有来自美国的阿德威克芬先生 以及罗拉布鲁斯的小姐 您是看见了这几位当中的某个人 而心烦意乱的吗 玛瑞娜瑞娜 玛瑞娜小姐 我跟您说了 我没有心烦意乱 她几乎是叫喊着 说出这几个字的 可是您的注意力 还是有离开了 您本该接待巴特克太太的 但是她说了什么 您并没有回答 因为您的目光越过了她 在盯着另外的某样东西看 玛瑞娜瑞娜坚持自己的看法 她说得飞快 并且相当有说服力 这我可以解释 我真的可以 如果您对表演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您就很容易理解了 会有那么一瞬间 当你对一个角色非常熟悉的时候 事实上这种情况通常就发生在 你对某个角色极其熟悉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地在荧幕下继续表演 你进入了这个角色 模仿她的微笑 举止 姿势 以及说话的语调 可是你的脑子并不在上面 接着你的大脑里会突然出现一片可怕的空白 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细眼到哪了 你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冷场 哦 我想我当时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不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 我丈夫也是这么跟您说的吧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过得非常艰难 对于这一次的电影 其实我感到十分的焦虑 我想把那场招待会办成功 想对每位来宾都显示出友好愉快和热情 但这就意味着你要机械地重复很多话 而大家跟你讲的话也都是一样的 您知道的 说他们一直都多么想见到您 说他们在旧金山的某家剧院外看到您了 或者旅行时跟您同坐一架飞机 都是一些很傻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对他们表示友好 还要回应他们 哦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这么做完全是无意识的 你压根不需要去想 接下来要说什么 因为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突然之间 我想是一阵倦意袭来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接着我发现巴特克克太太 在跟我讲一个很长的故事 而我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而他还在热切地望着我 我却没能给出任何合理的回答 那只是疲倦罢了 只是疲倦罢了 特克拉多克总探长慢慢地说 您坚持认为是这样吗 Grey格小姐 是的 我坚持这么认为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相信我 特克拉多克转向杰森拉德 拉德先生 他说 我想您比您的妻子更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很担忧 非常担忧您妻子的安全 有人想要他的命 还写了恐吓信 这意味着招待会那天 那个人就在现场 可能现在还在 不是吗 那个人同这幢房子 以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关系十分密切 那个人不管是谁 可能有轻微的精神失常 这不单是恐吓的问题 俗话说 被恐吓的人没那么容易死 女人也一样 但无论是谁 她都不会 她都不会 禁止于恐吓 她蓄意毒死 玛丽娜格格小姐 难道您看不出 她必然会再度下手吗 想要保证安全 这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你们目前知道的线索 都告诉我 我不是说你们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是我想 你们一定有个猜测 或者有个模糊的想法 难道您不打算告诉我真相吗 还是您自己不知道真相 这也完全可能 或者您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告诉我 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 对您妻子 人身安全的考虑 杰森拉德 缓缓的 转过头去 对妻子说 你也听到 克拉多克总探长刚才说的了 玛丽娜 他说 照他所说 你可能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 看在上帝的份上 别在这种事上犯傻了 要是 你对哪个人有丝毫的怀疑 就赶快告诉我们吧 但是我没有 玛丽娜扬声哀嚎着 你们必须相信我 那么那天您在害怕什么人呢 总探长问 我没有怕谁 听着 玛丽娜格里格小姐 在楼梯上 或者正在上楼的这几个人中 有两位朋友的到来 应该让您很惊讶 您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们了 而且您没有想到 在那天会见到他们 阿特 sofa 阿特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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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突然看到他们走上楼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呢 您不知道他们会来 对吗 是的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英国 杰森拉德说 当时我感到很高兴 玛丽娜说 高兴极了 见到罗拉·布鲁斯的小姐 也很高兴 啊 玛丽娜·格格又略带怀疑地 瞥了总探长一眼 听玛丽娜·格格小姐 说自己见到两位美国客人时 非常高兴 克雷多克总探长 话里有话地追问了一句 见到罗拉·布鲁斯的小姐 很高兴 啊 玛丽娜·格格快速 而又略带怀疑地瞥了探长一眼 总探长说 我在想 罗拉·布鲁斯特曾经是您第三任丈夫 罗布特·特拉斯科特的前妻 是的 确实如此 这位先生为了和您结婚 就和布鲁斯的小姐离了婚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玛丽娜·格格格不耐烦地说 您不要认为自己发现了什么 当时的确发生了一些争吵 但是最终并没有发展成憎恨 她 威胁过您吗 嗯 从某种意义上说 有过 可是 哦天哪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解释清楚 没人会把那种恐吓当真 那是在一个party上 她喝了很多的酒 如果当时她有一把手枪的话 我想她一定会对着我胡乱射击的 幸运的是 她没有手枪 可是这一切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那些事 那些情绪 是不会持续到现在的 不会 真的不会 这是真的 对吗 杰森 我认为的确是这样的 这次拉的说 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 克拉多克先生 罗拉布鲁斯的那天在宴会上 完全没有机会往我妻子的杯里下毒 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站在她身边很近的地方 罗拉和我们保持了很久的友好关系 这次突然来到英国造访我们的新家 就为了给玛瑞娜下毒 这想法未免太荒唐了吧 感谢您提出自己的观点 总探长说 这不是观点 这是事实 他压根就没有靠近过玛瑞娜的酒杯 那么另一位拜访者 阿德维克·菲尔呢 总探长觉得 杰森拉德在开口之前 稍稍停顿了一下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他说 尽管我们偶尔会联系 但也多年没见了 他是美国影视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 他也是您的老朋友吗 总探长问玛瑞娜 玛瑞娜回答的时候 明显的呼吸变得急促了很多 是的 是的 他 他一直都是我相当好的朋友 但最近几年 没有见过他 接着他语速突然变快 继续说 如果您认为我是抬头看到了阿德维克而感到害怕 那简直是无极之谈 绝对的无极之谈 我为什么要害怕他 我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害怕他呢 我们过去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突然看到他时 只是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高兴 那是带着喜悦的惊讶 我之前就跟您说了 是的 那是一个 惊喜 谢谢您 玛瑞娜格格小姐 总探长平静地说 要是哪一天 您想让我进一步了解您的心声 请务必告诉我 班特里夫人跪在地上 这是个除草的好天气 泥土干燥松软 但是不光要除草 还要除掉排险及蒲公英 她精力旺盛地处理着这些有害的植物 她站起身来 有点气喘吁吁 但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她朝树离外的马路上望去 让她惊讶的是 她看见那位黑发女秘书 从对面的公交站台旁边的公用电话亭里走出来 这女秘书的名字 班特里夫人一时想不起来了 她叫什么来着 名字是B开头的 还是R开头的 哦 都不是 她叫Jelinski 就是这个名字 见女秘书走过门房 来到庄园车道上的时候 班特里夫人及时地想了起来 早上好 Jelinski小姐 她友好的向女秘书打招呼 埃拉Jelinski吓了一跳 准确地说不只是吓了一跳 而且是像一匹受到惊吓的马一样 班特里夫人感到非常惊讶 啊 早上好 埃拉说 并且很快地补充说 我快来用一下电话 今天家里的电话线路有些问题 班特里夫人感到更为惊讶了 她才奇怪 埃拉Jelinski为什么要费神解释自己的行为 她客气地说 这多麻烦呢 您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到我这来打 啊 她谢谢您 啊 切 埃拉下面要说的话被一个喷嚏给打断了 您得了花粉热 班特里夫人 班特里夫人立马给出了诊断 您可以试试少量的小苏打加水 啊 没关系 我在使用一种装在喷雾器里面的专利药品 效果还不错 但是还是要谢谢您 Ritch 她正准备走的时候 又打了一个喷气 接着她迅速地走上了车道 班特里夫人看着女秘书的背影 接着又看看自己的花园 她颇为不满地看着花园 里面一根杂草都没有 奥塞罗的事业就此断送了 班特里夫人狐疑地 喃喃自语地背诵着奥塞罗里的台词 我敢说我是一个好管闲事的老太太 可是我真的想知道 片刻的犹豫之后 班特里夫人向好奇心投了响 她就打算做一个好管闲事的老太婆 管她的呢 于是她大步走进屋子 来到电话机旁 拎起话筒就开始拨号 听筒里传来了一个轻快的美国人的声音 郭庆顿庄园 我是住在东边门房的班特里夫人 哦 早上好 班特里夫人 我是Haley Princeton 在那天的招待会上我见过您 您有什么事吗 我是想 也许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 要是你们的电话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的电话 对方惊诧地打断了班特里夫人的话 我们的电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啊 我一定是弄错了 班特里夫人说 我的耳朵不太好使 她毫不惊慌地解释着 班特里夫人放下了听筒 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 拨了另一个号码 马普莱小姐吗 是我 啊 班特里夫人 怎么了 嗯 有一件怪事 那位秘书小姐 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 打了个电话 还特意费神跟我解释说 这是因为哥信顿庄园的电话坏了 她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而且之后我把电话打过去 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 她停顿了一下 等待着智者的发言 确实啊 马普莱小姐沉思着 很有意思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她不想被别人听见 这倒是 至于原因嘛 也有很多 是的 有意思 马普莱小姐又说了一遍 没有人比Donald McNer更乐意谈话的 他是个友好的红头发的青年 他愉快又好奇地迎接了 Domot Kledok总探长 您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他欢快地问 有什么花边新闻能告诉我吗 目前还没有 以后也许会有 就爱卖关子 你们总是这样 和蔼可亲 却什么都不告诉别人 你们还没到邀请别人来 协助调查这一步吗 这不找你来了吗 总探长 咧着嘴说 这话里有讨厌的 双关含义吗 您真觉得是我杀了那个 巴特克克太太吗 您认为我其实是想要杀 玛瑞娜格格 却不小心误杀了她 还是说 我就是想杀掉这个 巴特克克太太 我可没再暗示什么 总探长说 是的是的 您确实没有 对吗 您说得很对 好了 我们开始吧 当时我在呢 有机会那么做 但是我有动机吗 这就是您想知道的 我的动机是什么呢 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找到合理的动机 总探长说 这可真令人高兴 我感觉自己安全多了 我只对您那天 看到了什么感兴趣 那些您都已经知道了 地方警察一到现场就知道了 这真是一桩让人丢脸的事 我再谋杀现场 从理论上讲 我目睹了谋杀的实施 我一定看到过什么 却完全不知道是谁干的 我都不好意思承认 我只记得 我看到那位可怜的女士 坐在椅子上 大口喘气 接着她就死了 这真是一段非常好的 目击者陈述 在我看来 这是一则不错的独家新闻 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是我得承认 我心底里感到有些惭愧 因为我并不知道更多的信息 而且您是唬不了我的 不用说 那具致命的毒药 本来就是冲着巴特可可太太去的 她人很好 尽管话多了点 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而惨遭杀害的 当然了 除非他们泄露了别人的秘密 不过 我觉得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给巴特可可太太 她不是那种对别人的秘密很感兴趣的人 就我看来她是一个总在谈论自己的人 嗯 大家似乎都这么觉得 总探长表示同意 所以我们还是来谈一谈著名的Marina Grieger吧 我敢肯定 谋杀Marina的动机丰富又多彩 羡慕 妒忌 爱的纠葛 包揽所有戏剧的好题材 我推测是哪个脑子坏掉了的人干的 那对 这就是我提供给您的观点 这是您想要的吗 不单单是这个 据我所知 你到了那之后 又和牧师镇长差不多同时间上了楼 嗯 确实如此 但是那不是我第一次到楼上去 我以前已经去过了 哦 这一点我还不知道 是的 我是那种坐不住的人 您知道 要去这里看看 那里望望 我带了一个摄影师过去 呃 先在楼下拍了几张镇长抵达时的照片 呃 还有一些娱乐活动的照片 比如 偷还套屋啊 呃 寻觅宝藏啊 之类的 接着我又上了楼 嗯 不是为了工作 而是为了拿几杯酒 那里的酒很不错 我明白了 那么你现在能否记得上楼的时候 楼梯平台上 还有哪些人吗 呃 有从伦敦来的Mark de Benz 呃 他带着他的照相机站在那 你跟他熟吗 呃 只是经常能碰见而已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在他所在的领域里非常成功 他专拍时尚的东西 呃 各种手映现场以及宴会演出 专攻特殊角度拍摄 附庸风雅 他把照相机稳稳地架在楼道的角落里 呃 拍摄每一位上楼来的来宾 以及他们到达楼上的时候的寒暄场景 上楼的时候 Lola Bruce就在我前面 刚开始的时候 我都没认出他来 他把头发染成了新潮的铁绣红色 那种最实心的斐济岛人士样 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头发是长长的大波浪 把脸颊和下巴藏在红褐色的阴影里 有一位身材高大 肤色有黑的男士跟他在一起 那是个美国人 我不知道那个美国人是谁 但看上去是个挺重要的人物 你上楼时看到了Marina Greger吗 是的 我当然看到了 那么他看起来有没有 心烦意乱 或者吓了一跳的样子呢 您这种说法倒是很奇怪 不过我确实认为 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是 马上就要昏过去了 我明白了 总探长沉思着 哦 谢谢 您有没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吗 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无辜的瞪大了眼睛 还能有什么事啊 我不相信你 总探长说 但是您似乎相当肯定 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 是吧 这真叫人失望 这真叫人失望 设想一下 最终人们发现 我是他的第一任丈夫 没人知道 他的第一任丈夫是谁 那个人太微不足道了 甚至连名字都被人遗忘了 总探长 咧开嘴 笑了 那么玛瑞娜在预备学校里就结婚了吗 他问 或者是穿着连体童装的时候就结婚了 我得赶紧走了 我还要去赶火车 一达加了标签的文件 整齐的放在伦敦警察厅 看了多可总探长的书桌上 他草草的瞥了一眼 转过头来问 罗拉布鲁斯特住在哪儿 住在沙维先生 1800套房 他正在等您 阿德维克芬呢 他住在多切斯特二楼 190套房 克拉多克总探长拿起几份电报 又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 接着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看到最后一份的时候 他笑了笑 低声嘀咕着 哼 别以为我没认真做事 我亲爱的妈婆姑妈 他出发去了沙维尔 在套房里 罗拉布鲁斯特热情洋溢地欢迎了她 根据之前看过的报告 总探长开始仔细地研究这位美国女影星 真是美丽啊 他心想 可以说 华美 或许有人会觉得装饰的有点过了头 但是你还是会喜欢打扮成这个样子的女人 当然了 她和Marina Greger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李洁兴地寒暄过后 罗拉将她斐击倒风格的头发往后推了推 略带挑逗地撅起浓艳的嘴巴 扑散着眼瞼精心地涂成蓝色的棕色大眼睛 说 您是来询问我 更多可怕的问题的吗 就像之前那位地方警探一样 哦 我希望这些问题不会太可怕 罗拉布鲁斯特小姐 嗯 但我肯定他们会很恐怖 我肯定整装事情就是个可怕的错误 您真的这么认为 是的 外面传的都是些胡扯 您真的认为有人想毒死Marina吗 究竟谁会去毒死Marina呢 您要知道她绝对是个善良可爱的人 每个人都很喜欢她 包括您自己在内吗 我一直是Marina的影迷 哦 得了吧 布鲁斯特小姐 难道十一二年前你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吗 啊 那个 罗拉布鲁斯特挥了挥手 当时我非常神精致 几乎要精神错乱了 我和罗布一直吵得很厉害 当时我们俩都不正常 Marina恰巧在那个时候疯狂地爱上了她 弄得她不知所措 可怜的宝贝 而您对此非常介意 嗯 我想我当时确实很介意 看长先生 当然了 现在看来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您要知道 我当时非常担心孩子 害怕拆散整个家庭 不过我也已经认识到 我跟罗布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我想您应该知道 离婚以后 我立马就跟艾迪格鲁斯结了婚 我想我真的爱了罗布很久 为了孩子 我当然不想结束那段婚姻 孩子们需要有个家 这很重要 不是吗 不过人们都说您当时十分沮丧 啊 人们总是喜欢说这说那的 罗拉布鲁斯特小姐含糊其词 您当时说了不少话不是吗 布鲁斯特小姐 您威胁说要一枪打死玛瑞娜格鲁斯特小姐 还是说只是我这么理解的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人们总是爱说这说那的 他们会那样说 但是我当然不会真的开枪打死任何人的 哦 呃 除了几年以后胡乱开枪 打死了您的丈夫 艾迪格鲁斯 听罗拉布鲁斯特小姐说自己绝对不会真的开枪打死任何人之后 总盘长追问了一句 除了几年之后 除了几年之后胡乱开枪 射死了艾迪格鲁斯 啊 那是因为我们在吵架 罗拉说 我失去了理智 罗拉小姐 我有非常可靠的根据 您曾经说过 这些都是您的原话 或者说是别人这么跟我说的 他掏出笔记本念了出来 那个贱货 别以为能逃得了惩罚 如果我现在不杀他 那也一定会找时机用别的方法弄死他 我不在乎要等多久 但我终究要跟他扯平 哦 我敢肯定自己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哈哈哈哈 罗拉大笑起来 我也很肯定 布鲁斯特小姐您说过 是人们把事情夸大成这样的 罗拉小姐的脸上 展开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您要知道当时我只是很愤怒 他低声嘀咕着 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但您不会真的以为 我等了十四年 然后专门到英国来看望玛瑞娜 并且在见到他三分钟之后 将某种致命的毒药 投进他的鸡尾酒杯里吧 德姆特克拉多克总探长的确不这么认为 对他而言这似乎不太现实 但他只是说 我只是向您指出 罗拉布鲁斯特小姐曾经被恐吓过的玛瑞娜 罗拉布鲁斯特小姐曾经被恐吓过的玛瑞娜 见到我很高兴啊 他亲了我 还大声地告诉我这是多么美妙 说真的 探长先生 我觉得您真是非常非常的愚蠢 事实上你们是快乐的一家人了 哦 这比您所想的那些都要真实 那么您没有任何能帮到我的地方了 完全不知道会是谁杀了她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没人会想杀玛瑞娜 不管怎么说 她是个傻乎乎的女人 总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大惊小怪 还老爱改变主意 想要这个了 想要那个了 还想要别的 可是当她得到之后 又觉得不满足了 我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她 杰森一直狂热地迷恋着她 哦 那个男人得忍受她多少事情了 但情况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能容忍玛瑞娜格格 并且为她伤神 接着她给他们一个伤感而甜蜜的微笑 并谢谢他们的好意 显然那让他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实在不明白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您最好吧 有人想杀她这个念头 赶出您的大脑 我很乐意这么做 总探长说 但是不幸的是我无法将她挥之脑后 因为您瞧啊 它确实发生了 您说它确实发生了是什么意思 并没有人杀了 并没有人杀了玛瑞娜不是吗 是的 但是这个企图已经相当明显了 我完全无法相信 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谁 想杀的就是另外那位女士 那位已经死了的女士 我想她死了 有人能继承她的财产吧 她没什么钱 罗娜 布鲁斯特小姐 啊 那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 如果我是您 就不会这么担心玛瑞娜 玛瑞娜一向很平安 是吗 在我看来 她不是一位快乐的女士 啊 那是因为她对所有的事情 都有点大惊小怪 比如不愉快的恋爱了 不能生小孩了 她收养过几个孩子 是吗 总探长清楚地记起 玛瑞娜小姐急迫的声音 我想她确实收养过 但我认为那行不通 她经常会一时冲动做些事情 而后又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做过 哦 她收养的那些孩子 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不知道 事后他们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她厌倦了他们 我想 就跟厌倦了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 哦 我知道了 那么克拉多克总探长说 下一个 多切斯特饭店 190套房 啊 总探长 先生 阿德维克菲恩 低头看着手中的名片 克拉多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我希望您不介意我 问您几个问题 一点也不 是Machpinam的事情吧 阿布实际上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Saint Malamide 是的 对 格兴顿庄园 真是难以想象 杰森拉多买下那个地方是为了什么 英国有那么多乔治时代的房子 甚至安妮女王时代的 格兴顿庄园是一幢纯粹的 维多利亚时代建筑 我真不明白 那里面有什么可吸引她的 对某些人来说 维多利亚时的坚固 就是魅力所在 坚固 也许吧 我想是Marina 想要这种坚固的感觉吧 这 向来是她所缺少的东西 可怜的姑娘 我想这就是她 一直渴求 她的原因吧 也许这个地方能让她满足上一阵子 您很了解Marina Craig小姐吗 芬先生 很了解 我不觉得 我跟她认识好多年了 确切的说算是知道点她的事情吧 克勒多克总探长带着审视的目光 看着这位美国电影界的著名人物 他皮肤有黑 体格健壮 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锐利的眼睛 面颊和下巴都很饱满 Adwick Fenn 继续说 我从报纸上得知 那位不知道叫什么的太太是被误杀的 而那毒药是冲着Marina去的 对吗 是的 确实如此 药放在Marina Greger的鸡尾酒杯里 Bartcock太太弄撒了自己的酒 Marina就把自己的酒杯给了她 这么看来 那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我实在无法想象会有谁 想要毒死Marina Greger 尤其是Limit Brown又不在场 Limit Brown 总探长看起来有些茫然不解 Adwick笑了 如果Marina违反了这次的合同 放弃了她的角色 那么Limit Brown就会得到这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对Limit来说非常的重要 但尽管这样 我依然不觉得她会派个密使过来下毒 这未免太夸张了一点吧 似乎有点牵强 总探长不动声色 当女人野心勃勃的时候 往往能做出让你遮蛇的事情 Adwick虽然说 听着 也许这次行动的本身并不是要置她于死地 而是要吓唬吓唬她 这足以击垮她 但还不必结果她 克雷德克总探长摇了摇头 那可不是一个边缘的伎俩 人们总是吃不准伎俩 往往会估算得很离谱 这是您的推论吗 啊不不 不是的 这只是一种假设 不算是什么推论 我只是一名无辜的旁观者罢了 Marina Greger见到您 十分吃惊吗 啊是的 完完全全出乎她的意料 分先生开心地大笑起来 看见我上楼的时候 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得说他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我 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吗 我看有四五年了吧 我想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您跟他是相当好的亲密朋友吧 您这话是在暗示什么吗 克拉多克总探长 分先生的声音有了一点变化 多了一些之前没有的东西 那是一种强硬的 带有一丝威胁的暗示 总探长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将会是个非常冷酷 无情的对手 我想您很明确地表达了您的意思 阿德维克·芬恩说 我确实是有备而来的 芬恩先生 我必须调查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 跟玛瑞娜的关系 我听到了一则传闻说 您曾一度疯狂地爱着 玛瑞娜·芬恩 阿德维克·芬恩 耸了耸肩膀 人总会有最心痴迷的时候 总探长 幸运的是都过去了 据说是他先鼓励您追求他 后来他又拒绝了您 您对此颇为愤恨 据说 据说 我猜您是看了什么机密文件了吧 这些都是由消息灵通 颇有见地的人告诉我的 阿德维克·芬恩向后 甩了甩头 露出他公牛般粗壮的脖子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很迷恋的 是的 他承认 她是个美丽而又迷人的女人 现在还是 但要说我威胁她 未免太过分了 我不喜欢别人爱我的事 总探长先生 那些曾经妨碍过我的人 最终都因为所作所为 而后悔不已 但这是我工作时的原则 我相信 您确实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让他退出了当时正在拍摄的电影 对吗 阿德维克·芬恩又耸了耸肩膀 他不适合那个角色 他和导演之间发生了冲突 我在那部片子上投了钱 我可不想血本无归 我向您保证 那纯粹是一桩商业行为 可玛瑞娜·格格也许不这么想 她当然不会这么想 她总认为这样的事情都是个人行为 我想她确实跟几个朋友说过 很怕您 啊 是吗 多幼稚啊 我还以为她会很享受那种轰动一时的感觉呢 您觉得她完全没有必要害怕您吗 当然了 不管遇到多么令人失望的事 我都会很快地将其抛在脑后 我总是信奉这样的原则 只要是跟女人有关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 啊 哦 很好的生活哲理 芬恩先生 啊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 您对电影界很了解吗 我只在经济上对她感兴趣 因此您不免知道很多事情 也许吧 您的判断值得一听 您能否告诉我 有谁跟玛瑞娜·格格结怨很深 甚至想干掉她吗 可能有一达人 阿特维克芬恩说 如果说不必亲自动手 就像按下墙上的按钮这么简单的话 我敢说会有更多只手指乐意那么做 哦 那天您也在场 您见到了她 还跟她说了话 您觉得在您周围的人当中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也就是从您上楼 到巴特克克太太死去的这段时间之内 就您猜测 听着 我只是在让您猜测 有没有谁可能给玛瑞娜·格格下毒呢 我不想说 这说明您有某种想法了 这说明就这个问题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且克拉多克总探长 就其他问题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德摩特克拉多克总探长低头看着记事本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和地址 那个电话号码他已经让人帮着拨过两次了 都没有人接 现在他又试了一次 然后耸了耸肩膀 决定 亲自去看看 马克特·奔斯的工作室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一头的死巷子里 除了门边上有块名牌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辨认出这地方 更别说广告了 总探长摸索着来到二楼 看到一块白地儿黑字的告示 马克特·奔斯个性摄影师 请进 总探长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间小型等候室 但没有人负责接待 他站在那儿犹豫了片刻 然后大声而又夸张地清了清嗓子 可是还是没有人理会 于是他又抬高了声音 有人在吗 他听到天鹅绒帘子后面 传来一阵脱鞋的踢踢踏踏踏的声音 帘子被掀了起来 一位年轻男子探头张望了一下 他的头发十分浓密 面色白里透红 实在抱歉 亲爱的 他说 我心前没听到 我有个全新的想法 正在试验 这年轻人 把那天鹅绒帘子往旁边拉了啦 总探长跟着他进了里间 这个房间出乎意料的大 很明显是一间工作室 里面有照相机 照明灯 胡光灯 成堆的服装 以及装了轮子的布景 真的有点乱 这位年轻人说 他瘦得和哈利普里斯顿一样 不过我想 要是达不到混乱的境界 一个人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啊好吧 您来找我们是想做什么呢 我想见见Margott Benz小姐 啊Margott 非常遗憾 您要是半小时前来的话 还能见到她 她出去给时尚之梦拍模特的照片了 您最好是先打个电话过来 预约一下 这几天 Margott特别的忙 我打过电话了 但是没人接 啊那是当然的 这位年轻人说 我现在才想起来 我们把线拔下来了 电话铃声会干扰到我们的工作 他摆弄了一下自己的淡紫色工作服 那么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预约 我经常帮Margott做工作上的安排 您想在什么地方拍照吗 私人的还是公私的 从这方面来说 两者都不是 德姆特克拉多克总探长说着 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这位年轻人 真叫人兴奋至极 年轻人说 刑事调查部 哦 我想我曾经见过您的照片 您是四大还是五大名探之一 还是现在已经有了六大了 哦 如今犯罪率那么高 得增加一点侦探的数量 不是吗 哦 天呐 我是不是太失礼了 恐怕是这样的 但是我一点不敬的意思都没有 那么您找Margott是要 我希望您不是来逮捕他的吧 我只是想问他一两个问题罢了 他从来不拍那种不得体的照片 年轻人焦急的说 我希望不是有人向您举报这样的事情吧 因为那不是真的 Margott非常有艺术鉴赏力 他有很多舞台和摄影棚的工作经历 但是他研究的领域是非常极其纯洁的 我敢说几乎是可以说是过于拘谨了 我可以简单的告诉您 我来找奔茨小姐谈话的原因 总探长说 最近在Machpinamu附近 一个叫圣玛里米德的小村里 发生了一桩谋杀案 而本子小姐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 哦 天呐 当然了 我知道那件事 Margott回来以后就跟我讲了 是在鸡尾酒里下了毒对吧 反正就是类似的事情 听起来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不过这件事和圣约翰急救队有关系吗 这样看来也不是毫无头绪啊 话说回来了您不是已经问过Markt Benz了吗 还是哦 另外的什么人问过了 案子越往后发展 问题就会越多 总探长说 您是说案子还在进展着 哦 是的 我能明白 谋杀还在继续 是的 这就跟照片一样 对吗 的确非常像照片 您的比喻很恰当 我觉得您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那么现在说说Margott吧 您想现在就联系到她吗 如果您能帮助我的话 是的 我想立刻找到她 哦 这个时间点上 这位年轻人看了一下手表 说 这会儿她应该在 哈布斯德德黑斯德 基茨家的门外 我的车就在外面 要我开车带您去那儿吗 那真是太好了 您叫 基茨罗 年轻人说 Johnny基茨罗 他们下楼的时候 总盘长问 为什么 在这个基茨家呢 Margott本斯摄影工作室的 这位叫做Jeslow的年轻人 自愿表示 要开车 送总探长去拍摄现场 总探长欣然同意 他们在下楼的时候 总探长问 为什么要在这个基茨家 要知道 如今我们已经不在摄影棚里 让模特们摆造型了 我们想让他们看起来更自然 有被风随意吹着的那种感觉 而且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会使用一些不同寻常的背景 您瞧 比如说 穿着赛马会的礼服 站在Wansworth监狱前面 或者是穿着轻条的站在 某位诗人的屋门前 Jeslow先生飞快 并且熟练的 把车开上了Tottenham法院路 接着经过Kamden镇 最终来到了Hampsteadchist的住宅区 基茨家旁的人行道上 正在演绎着一处动人的场景 一位身材纤细的女孩 披着一件半透明的缠衣纱 站在那里 手里紧握着一顶极大的黑色帽子 在她身后不远处 还有一个女孩 正跪着帮她拉裙摆 为了拉得好看 她将裙摆缠在自己的膝盖和腿上 一位声音低哑的女孩 正在拿着相机指挥着 哦 看着上帝的份上 你的屁股往下一点 她右膝后面都露出来了 再往下蹲一点 哦 这就对了 不 再往左边去一点 很好 现在你被冠木丛挡住了 哎 这样就可以了 保持住 我们再来一张 这次两只手都放在帽子后面 头 抬起来 哦 很好 现在转身 彎腰 再往下一点 弯弯 你得捡起那个香烟盒子 哦 这就对了 太美妙了 搞定 好的 现在往左边移一点 同样的姿势 但是要把头扭向肩膀这一边 对 就这样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总拍我的屁股 那个叫做艾尔西的女孩 有点不高兴地说 因为你的屁股非常可爱 亲爱的 看上去迷人极了 摄影师说 当你扭过头来 下巴微抬 就像山头升起的明月 哦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破坏 这样的美景了 嗨 玛格特 杰斯洛先生说 摄影师转过头来 哦 是你呀 你到这来干什么了 哦 我带了一个想见你的人过来 呃 呃 这位 呃 刑事调查部的 克拉多克总探长 这位姑娘的目光 迅速地移到了总探长身上 克拉多克总探长觉得 那目光中 有警觉 还有询问 但是同样 他也很清楚 这没什么特别的 这是见到警探的时候 人们很普遍地反应 摄影师人很瘦 简直瘦骨临寻 但体型还算不错 厚厚的黑发 像帷幕似的 分在脸颊一侧 在克拉多克总探长看来 他显得脏兮兮的 面色很黄 不怎么讨人喜欢 但是 总探长也承认 有一种性格 在这位摄影师的体内 他扬起 已经描得 微微上扬的眉毛 说 那么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他得多克探长 哦 您好 奔斯小姐 就 马齐奔拉姆附近的 哥信顿庄园里发生的 那庄不幸事件 我有几个问题 如果您愿意回答 那就太好了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一天 您在那拍照 姑娘点了点头 当然 我记得很清楚 他向总探长投去 快速 审视的目光 可我不记得在那见过您 想必是 另外一位探长 叫 什么探长来着 可你是探长 总探长问 啊 对 我们是后来才被通知到的 那么说您是从伦敦警察厅来的 是的 您插手 从当地警察那里接管了这个案子 是这样吗 哦 这不能叫插手 这是由郡警察局长来决定的 这件案子是留在他自己手里呢 还是交给我们处理比较好 那么他做这样的决定 依据是什么呢 这通常取决于案子的背景 是地方性的 还是更大范围的 有时也许是国际性的 那么他断定这起案件是国际性案件了 是吗 哦 也许吧 更恰当的说 是跨越大西洋的 他们已经在报纸上做过暗示了 不是吗 暗示不管凶手是谁 都是冲着Marina Greger去的 结果却错杀了一个当地的可怜的女人 这个说法是真的 还是他们在为他们的电影做宣传 就这一点恐怕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奔斯小姐 你想要问什么 我必须去一趟警察局吗 哦 不用 除非您想去 总探长摇了摇头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回您的工作室去 好啊 那就这样吧 我的车就停在街边 摄影师沿着小路快步走着 总探长紧随其后 杰斯洛在他们身后大喊着 再见亲爱的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想你跟探长先生一定要谈一些重大的机密 他走到人行道上的那两个摩托呢 跟他们热烈的讨论起来 麦克特奔斯钻进车里 打开另一边的车门 卡拉多克总探长坐到了他身边 在开车回托特纳姆法院路的这段时间里 摄影师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把车拐进那条死巷子 开进了巷底一扇敞开的大门 我在这儿有个专门的停车位 他说 其实这是一个家具存放处 但是他们租给了我一小块地方 哦 在伦敦要找个停车的地方 真是很头疼的事 您对这一点也很了解吧 尽管我觉得您不会去管交通这方面的事 哦 是的 那不是我要处理的麻烦事 我觉得处理谋杀案更有意思 马克特奔斯说 他将总探长领回工作室 示意总探长坐在一把椅子上 递了一根烟给他 接着自己坐在对面的大躺椅上 他的视线穿过黑色的刘海 看着总探长 目光阴郁 还有几分探讯 我们开始吧 陌生人先生 他说 哦 据我所知 命案发生的时候 你正在拍照片 是的 当时你正忙着工作 是的 他们想要有个人拍点专用的照片 那种工作我做得多了 有时候我会去电影公司拍 但是那一次 我只需要拍招待会的照片就行了 拍点 Marina Greger和Jason Ladd 迎接特殊来宾时的照片 当然了 包括本地的名人和其他人物 诸如此类的事情 哦 是的 这我知道 您把照相机架在了楼梯上 什么 部分时间里 是的 我在那找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既能拍到上楼的人 又能拍到楼上 Marina和他们握手的场景 可以拍到很多不同角度的照片 还不用怎么移动 哦 我知道 当然 您已经回答过我们的一些问题了 例如是否看见了什么 异常的事情 这都是一般的问题 那么您这一次是要问我一些 特定的问题吗 呃 有那么一点点 具体 啊 我想你当时所站的地方 能够清楚的看到 Marina Greger吧 摄影师点了点头 非常清楚 那么Jason Ladd呢 偶尔 他总是在走动 拿饮料 帮着互相介绍 把当地人介绍给那些名流 我想就是 类似这种事吧 我没有看见 Badley太太 哦 Badcock太太 对不起 Badcock太太 我没有看见她喝下那杯致命的酒 或者类似的动作 事实上 我觉得自己都不清楚 她到底是哪一位 那么 您还记得镇长来的时候的事情吗 啊 是的 我记得 她戴着官衔项链 穿着植物礼服 我拍了一张她上楼时的照片 是张特写 哦 相当冷酷的侧影 接着我又拍了一张 她跟Marina握手时的照片 那么你至少可以在脑海中 让那一瞬间定格 Badcock太太和她丈夫就在镇长前面上楼 见到Marina 摄影师摇了摇头 抱歉 我还是想不起来 那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想您能清楚的看到Marina 那么您的目光应该会一直跟着Marina 并且经常会用照相机对着她 确实是这样的 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这样 我一直在等待着合适的拍照时机 哦 你认识一个叫Adwick 芬恩的人吗 啊 我认识她 很熟悉 从电视上 或者电影中 那么您拍她了吗 拍了 我拍了一张她跟Lola Brust一起上楼的照片 他们是紧跟在镇长之后上楼的吗 摄影师想了一会儿 然后表示同意 嗯 是的 就是那会儿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在那个时候 啊 Marina Grieger突然感到很不舒服 您有没有注意到 她有什么异样的表情吗 Marc de Burns 将身体往前轻了一点 打开烟盒 取出一支烟 接着将烟点燃 尽管她没有作答 总探长也没有催促她 她坐在那里等待着 猜测着 这个姑娘的脑子里 在仔细思量着什么 最终 Marc de Burns 唐突地开了口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 啊 因为这是一个我急于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我需要一个可靠的答案 您认为我的回答会可靠吗 啊 是的 事实上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您一定非常习惯于细致地观察人物的面部 等待某个特殊的神情 以及合适的时机 摄影师点了点头 那么您看到类似的表情了吗 还有别人也看到了 是吗 啊 是的 而且不止一个 但是 每个人的描述都不一样 别人是怎么描述的呢 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快晕过去了 Marc de Burns慢慢地摇了摇头 也有人说他是吓了一跳 总探长停顿了一会儿 接着又说 哦 还有人说他的表情仿佛凝固住了 凝固 Marc de Burns若有所思地说 您同意最后这个说法吗 我不知道 也许吧 他还被赋予了更有想象力的说辞 总探长说 引用的是已故诗人丁一声的诗句 镜子开始四分五裂 瞎着他女郎惊呼 厄运降临到了我身上 那里没有镜子 Marc de Burns说 就算在此之前有 应该也已经打碎了 他突然站了起来 等一下 他说 我这儿有样东西 要比口头描述好得多 我拿给您看 他把帘子拉好 消失在了后面 好一会儿 总探长只能听见他在不耐烦地低声地抱怨着什么 真是见鬼了 他在此出现的时候说 人总是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不过我已经找到了 他走到总探长面前将一张光面照片放在总探长的手里 特末德克拉多克总探长低头看了看 那是一张 Marina的照片 拍得非常棒 他的手被一位站在他面前的女士紧紧握住 因此那位女士背对着镜头 可是Marina并没有看那位女士 也没有看镜头 她的眼睛盯着稍稍靠左的某个地方 让特末德克拉多克总探长觉得有意思的是 Marina的脸上毫无表情 没有害怕 没有痛苦 照片里的这位女士正盯着某样东西 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所激起来的情绪是那么的强烈 以至于他无法用任何一种表情来表达 特末德克拉多克总探长 曾经在一位男士的脸上见到过这样的表情 而下一秒钟 那位男士就被枪杀了 满意了吗 Marina的脸上 克拉多克总探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 谢谢您 要知道如果目击者都在夸大事实 或者 想象他们见到的事物 那我们就很难下定论了 但是这件案子不是这样的 那确实有什么东西 而且他 看到了 总探长接着问了一句 我能 保留这张照片吗 啊 可以 您可以留着 我有底片 您没有把它寄给报社吗 麦克特奔斯摇了摇头 哦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毕竟这是一张相当戏剧性的照片 某些报社可能会为此出个好价钱 我不喜欢做那种事 麦克特奔斯说 如果不小心窥视到了别人的内心 还以此赚钱的话 我会感到很尴尬的 哦 您跟Marina Greger到底认识不认识呢 不认识 您是从美国来的 对吗 我出生在英国 但是 在美国受的教育 我是 大概三年前回来的 哦 德姆特克拉多克总探长点了点头 他早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写在他办公桌上的那堆单子里 这个姑娘似乎十分直率 那么您是在哪儿接受的培训呢 南加顿电影公司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跟着安德尔·奎尔普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您住在七泉镇 对吗 这姑娘看上去 一副被逗乐了的样子 您似乎知道我很多事情 您是在调查我吗 哦 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摄影师 麦克德奔斯小姐 您知道有很多报道您的文章 那么您为什么要回英国来呢 麦克德奔斯耸了耸肩膀 我喜欢改变 另外我刚才也说了 虽然我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 但我毕竟出生在英国 我想那是相当小的时候 五岁 如果您有兴趣知道的话 我对此确实很有兴趣 麦克德奔斯小姐 您能再跟我谈得详细一些吗 女摄影师的脸僵住了 凝视着总探长 您这是什么意思 总探长看着摄影师 决定冒一下血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麦克德奔电影公司 Andre Krip 还有小镇的名字 但是他觉得 马普小姐在身旁 怂恿着他 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我认为你很了解 玛瑞娜格格 摄影师大笑了起来 那么证据呢 您是在胡编乱造吧 是吗 可我不觉得 而且你知道 只要再多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在上面 很快就能得到证实 来吧 麦克德奔电影小姐 早点承认事实不好吗 承认 玛瑞娜格格在你小时候 收养了你 并且和你在一起 生活了四年 董玛瑞娜格格总探长说 他认为 马克德奔电影小姐应该很了解 玛瑞娜格格 听了这话 麦克德小姐大笑起来 这样去呢 您是在胡编乱造吧 是吗 我可不觉得 而且你知道 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在上面 很快就能得到证实 来吧 本斯小姐 早点承认事实 不好吗 承认 玛瑞娜格格格在你小的时候 收养了你 并且和你一起 生活了四年时间 听了这话 麦克德奔电影小姐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这个好管闲事的混蛋 这让克拉多克总探长 有点吃惊 这跟麦克德奔电影小姐 先前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站起身来 摇晃着一头乌黑的头发 好吧 好吧 这就是事实 是的 玛瑞娜格格格带着我一起去了美国 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 住在某个贫民窟里 我想她是数以千计的写信给女明星的人中的一个 她偶然听说某个女明星想领养孩子 于是就写信过去 倒出一肚子的苦水 恳求她能收养一个生怒无法给予优越条件的孩子 多么病态的事情 这一切都让人恶心 她一共收养了三个孩子 总探长说 三个岁数不同的 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 对 我 罗德 还有安克斯 安克斯比我大 当时 罗德实际上还只是个婴儿 我们过着美妙的生活 哦 多么美妙的日子 想尽了生活的一切 她带着嘲弄的口气 并提高了嗓门 衣服 汽车 住着气派的房子 照顾我们的佣人 良好的学校和教育 还有美味的食物 所有的一切都堆得高高的 任我们享用 至于她自己 成了我们的妈妈 这位带着引号的妈妈 在尽心尽力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为我们哼唱歌曲 和我们一起照相 哦 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她确实很想要个孩子 特朗德 克拉多克总探长说 这一点 确凿无疑 对吗 这并不是一个噱头 也许吧 是的 我想这是真的 她想要个孩子 但她想要的不是我们 是的 不是 那只不过是场华丽的表演 我的家人 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庭 是多么的幸福 她丈夫也认由她这么做 她早该料想到这一切的 你说的这个 她丈夫是指的 一些多right吗 是的 是她的第三人 还是第四人丈夫 我有点忘了 她真的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我觉得她很理解Marina 有的时候 也会替我们操心 她对我们很好 但是并没有假装成我们的父亲 她不想做父亲 只关心自己写的东西 那个时候 我读过一些她写的东西 既肮脏又残酷 但很有力量 我想总有一天 人们会觉得她是一名伟大的作家的 啊 这样的生活 维持到了什么时候呢 Mark Burns的笑容 一下子扭曲了 一直到她厌倦了这种表演 不对 不能这么说 是直到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哼 Mark Burns突然苦笑了起来 于是我们 就得接受现实 我们不再被需要 而是作为小小的临时替代品 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她真的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了 一点也不 啊 她非常漂亮地把我们打发走了 帮我们找了一个家 一个养母 支付我们受教育的费用 甚至还给了一小笔钱 让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活 没人会说她做的不对 或者不慷慨 但是她不要我们了 她想要的是她自己的孩子 你不能因为这个而责怪她吧 总探长温和地说 我没有怪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一点也不 但是我们怎么办呢 她把我们 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 带离本来属于我们的地方 确切地说 我的母亲是为了一碗肮脏的浓汤 把我卖了的 但是她这么做 不是为了从中获利 她把我卖了 是因为她是个极度愚蠢的女人 她自以为我会得到优越的条件和良好的教育 过上好日子 她自认为这么做是为我好 为我好 要是她真能明白 她就不会这么做了 我知道 你现在仍旧为此 愤愤不平 不 我已经不再愤恨了 我已经恢复过来了 我愤恨的是此时 我正在回忆 感觉又回到了那些日子里 那个时候 我们都满腹怨恨 你们几个都是吗 哦 罗德没有 罗德从来不在乎任何事情 况且那个时候 她还很小 但是安格斯和我的感觉差不多 而且我觉得她比我更有报复心 她曾经说过 等她长大了 要去杀了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你知道 那个婴儿的事情吧 我当然知道了 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得知自己怀孕以后 她简直欣喜若狂 可是生出来的却是个痴呆儿 这是她的报应 不过不管那个孩子是不是痴呆儿 他都不会再要我们了 你非常恨她 我为什么不能恨她 她对我做了最坏的事 是那种任何人都会对别人做的坏事 让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 被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 她一直怀着报复心理吗 我不觉得 马格德说 那种感觉您很难了解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说她准备去当演员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去了 话说这些 你还都记得啊 总探长说 是的 我还记得 马格德奔斯说 那天 某人那鬼哥见到你的时候惊讶吗 还是她为了讨好你 才特地的找你去拍照的 她 这位姑娘轻蔑的笑了 她对那天的安排一无所知 我只是很好奇想见见她 于是进行了一些游说 才得到了那份活 我说过 我在电影圈里还是有点影响力的 我想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姑娘 敲了敲桌子 她甚至 没认出我来 对此你怎么看 我跟她一起生活了四年 从五岁到九岁 而她如今不认识我了 小孩子是会变的 德姆特克拉多克总探长说 而且变化会很大 你会完全认不出他们 我有个侄女 有一天我遇到她 我敢说 我完全有可能 把她当成路人甲 跟她擦肩而过 你这么说是为了让我好受一些吗 可实际上 我真的不在乎 好 该死 我们还是坦诚一点吧 我确实在乎 我在乎 她有一种魔力 你知道吗 玛瑞娜 有一种能牢牢抓住你心的 神奇的魔力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你会恨这个人 可又止不住地在乎她 那么 你有没有告诉她 你是谁呢 姑娘摇了摇头 不 我没有告诉她 那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 你没有企图 毒死她吗 奔斯小姐 马克特奔斯的情绪 一下子变了 站起身 大笑起来 您的这个问题 多么荒唐 但是我想 您是不得不这么问的吧 这是您工作的一部分 不 我向你保证 我没有杀她 这不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奔斯小姐 奔斯小姐 看着总探长 皱起了眉头 一脸疑惑的样子 玛瑞娜·格格 总探长说 目前还活着 又能活上多久呢 您说这话 什么意思 判长先生 难道你不觉得 那个人很可能会再试一次吗 而这一次 这一次 也许他就成功了 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的 哦 我相信会的 那位爱慕着她的丈夫 也会好好地照看她 确保她 确保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不是吗 总探长仔细品味着 这话里的嘲讽之意 刚才你说 你并不是要问我这个 那是什么意思 姑娘突然重提 刚才的对话 刚刚我问你 你是否企图谋害她 你回答说自己没有杀她 这当然是事实 但是有人死了 另外一个人被杀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本想杀玛瑞娜 却误杀了那位某某某太太 请让我在这把话说清楚了 我既没有试图谋害玛瑞娜 也没有尝试着毒死巴特克克太太 但也许你知道是谁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探长 我向你保证 但是你有一些看法 人总是会有看法的呀 姑娘冲总探长笑了笑 带着一丝挖裤 在那么多人中 谁都有可能 不是吗 那个像机器人一样的黑发秘书 举止优雅的Haley Preston 仆人 女佣 按摩师 发型师 电影公司的人 那么多的人 其中很有可能 有某个人 并不像他 或者他 平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接着 当总探长无意识地 向他走近的时候 他猛地摇起头来 放松点探长先生 姑娘说 我只是在逗你罢了 有人想要玛瑞娜的命 可我不知道她是谁 真的 我一点也不知道 在奥布里项十六号 年轻的Sherry Baker太太 正在和她丈夫聊着天 她的丈夫 Jean Baker 一位身材高大 相貌英俊的金发男子 正在专心地 组装着一个模型 邻居 邻居 谢瑞说着 甩了甩 他那头乌黑的卷发 然后再一次 恶狠狠地说 邻居 他小心地 将平底锅 从炉灶上拿了起来 接着 利索地将里面的菜 盛进两个盘子中 其中一个盘子里 盛得比另一个 要多很多 他把那份多的 放在了自己丈夫的面前 石井烤肉 他报上菜鸣 吉姆抬起头 赞赏地 闻了闻 啊 这就像是 他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的生日吗 你应该好好补充点营养 谢里说 谢里穿着一条红白条纹 带有荷叶边的围裙 看起来相当漂亮 金贝克把飞机模型的零件 移开了一点 好腾出地方来放他的菜 他咧开嘴 朝妻子笑笑 说 是谁说的呀 我的妈婆小姐 就是其中的一个 谢里说 况且 真要说起来的话 谢里坐下来 将自己的盘子 拉到面前 补充说 我倒觉得他自己应该 补充点实实在在的营养 哼 那个叫什么 Night小姐的老狐狸 总给他吃碳水化合物 他的脑子已经想不出 什么别的东西了 一份美味的淡奶沙子 一份美味的面包加黄油布丁 一份美味的芝士通青粉 软塌塌的布丁配上粉色的酱料 这就是废话 废话 整天的废话 讲得自己的脑袋都要掉下来了 好 那么 金含糊气词地说 我想 这是给病号专门定制的 饮食吧 病号餐 Shirley 嗤之以鼻 Mapper小姐可没有病 她只是年纪大了 还总是好管别人的闲事 谁 Mapper小姐吗 不 是那位Night小姐 哼 总是来知道我该怎么做事 她甚至还来知道我应该怎么烧菜 对于烹饪 我可比她懂得多了 你简直就是做菜的顶尖高手 Shirley 吉姆夸赞着 烹饪 Shirley说 是 是一件你得全身心投入的事情 吉姆大笑起来 我正全身心地投入品尝 为什么你那位Mapper小姐 觉得我需要营养呢 是因为那天我去修她家浴室架子的时候 她觉得我看上去没什么力气吗 Shirley也大笑了起来 我来告诉你她是怎么跟我说的吧 她说 亲爱的 你丈夫长得很英俊 确实相当英俊 听上去就像电视机里的人在朗读什么期刊似的 哦 我想你很同意她的说法了 金 咧着嘴说 我说你长得确实还行 确实还行 这种说法真有点不冷不热的 接着她就说 亲爱的 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丈夫 确保她的膳食和理性 男士们需要大量精心烹制的肉类食品 嗯 说得对 说得对呀 她还告诉我 要保证食材的新鲜 不要买现成的馅饼 以及那种扔在烤箱里热热就能吃的食物 话说我也不经常买那种东西 Shirley理直气壮的补充着 你应该多烧一点这样的饭菜 吉姆说 确实吃起来很不一样 只要你能注意到自己吃的东西就行 Shirley说 不要只顾着飞机模型 还有你总在搭的那些东西 你可别跟我说这些玩意儿是买给你侄子 麦克尔的圣诞礼物 你买来是给自己玩的 他年纪太小 还玩不了这个 吉姆抱歉地说 我看你打算把整个晚上都耗在这上面吧 来点音乐怎么样 上次我们提到的那张唱片 你买了吗 哦 是的 我买了 Tchaikovsky的1812续曲 那是一支讲述战争的高亢曲子 对吗 Shirley说着做了个鬼脸 哦 我们的哈特威尔太太可受不了这样的音乐 邻居 我受够了这样的邻居 总是在发牢骚和抱怨 我真不知道谁是最差劲的邻居 是哈特威尔太太一家 还是巴拿比一家 哈特威尔家有时 十点四十就开始敲打墙壁 这也太早了点了吧 那个时候 电视和广播都还没开始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听点音乐呢 还老是让我们把音量关小一点 哦 这种音乐是没有办法调小音量的 吉姆颇显权威地说 不达到一定的音量 你是听不出其中的调调的 人人都明白这一点 这也得到了音乐圈里的普遍认可 对了 他们家的猫是怎么回事 总是到我们家的花园来 把我刚弄好的花谱 弄得一团糟 我跟你说了 吉姆 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你不介意和哈特斯菲尔的那里的人 做邻居吗 吉姆说 那不一样 Sharry说 我的意思是 在那儿你是完全独立的 如果你遇到麻烦了 会有人来帮你一把 而你也会去帮助别人 但你们之间是互不干涉的 而像这样的新建筑宅区 人们总在冷眼旁观自己的邻居 我想可能是因为 我们都是新搬进来的 也许这就是缘故所在吧 到处都是在背后说三道四 搬弄是非的人 还有给地方议会写信 说这说那的 我真的败给这些人了 在真正的好的小镇里 人们才没空搞这些呢 到了那儿 你可能就会有另外的问题了 亲爱的 那么你喜欢这么近 你这儿的工作不错 而且毕竟 这是崭新的房子 我希望空间能再大一点 我就能舒舒服服的伸展开了 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工作室就更好了 一开始 我认为这儿很好 谢力说 但是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 房子确实不错 我喜欢这蓝色的墙壁 浴室也很好 但是我不喜欢这里的人和氛围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Lily Price和他那位哈利已经分手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天 他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说起来也挺有趣的 要知道 当他差点从窗口摔下去的时候 他说哈利像头呆猪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很庆幸他们俩分手了 如果说我见过什么坏蛋的话 那个哈利就应该算一个 吉姆说 因为怀孕才跟一个家伙结婚 这很不明智 谢力说 要知道哈利根本不想跟他结婚的 那个哈利不是什么好东西 马普尔小姐也说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雪里对丈夫说 那个哈利不是什么好东西 马普尔小姐也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他若有所思的补充了一句 马普尔小姐还跟Lily谈论过那个哈利 Lily觉得马普尔小姐疯了 马普尔小姐 我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也见过哈利 哦 是的 那天他在这附近散步的时候摔倒了 是巴特克克太太把他扶了起来 还把他领进了自己的家里 啊 对了 你觉得巴特克克先生和Bain太太会成为一对吗 吉姆拿起一块飞机模型的零件 皱了一下眉头 接着看起了说明书 我真希望我说话的时候你能认真听着 谢里说 啊 你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是说巴特克克先生和Mary Bain 看着上帝的份上谢里 巴特克克太太刚死 你们这些女人呢 我听说巴特克克先生目前的精神状态仍然很低迷 如果你去跟他说话 他会吓一大跳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今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你觉得呢 你能把桌子这头收拾一下吗 吉姆说 他暂时收起了对邻居八卦的兴趣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些零部件再摊开一些 谢里 恼火的叹了口气 唉 想要在这儿受到点关注 你就得变成一架喷气式飞机 或者螺旋桨飞机 他的口气中带有一丝挖苦 就你 还有那堆模型 他把还有剩菜的盘子叠在一起 接着端到水槽边 他决定不去洗它 这些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总是尽可能晚一点去做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垒起来 胡乱的放进水槽里 他穿上了一件灯心绒夹克 走出了房门 接着停下来 回头说 我去一趟格拉克斯呢 就一会儿 我想借一下 他那件和服饰与美容里头 同款的衣服 好的 亲爱的 金弯着腰 注意力全在模型上 经过邻居家的门前时 雪里恶狠狠地瞥了一眼 接着他拐进布莱尼姆巷 在十六号门前停了下来 门是开着的 雪里敲了敲门 接着走进前厅 大声地喊着 格拉蒂斯在吗 哦 是你啊 雪里 迪克逊太太 从厨房里探出头 向外张望了一下 她在楼上做衣服呢 好的 好的 我这就上楼 雪里上楼后走进一间小小的卧室 格拉蒂斯一个相貌平平的胖姑娘 此时正跪在地上脸胀的通红 嘴里咬着几个别针 正在做一个纸样 你好 雪里 巧啊 我怎么去被那姆的哈布商店打折的时候 买的可爱的东西 我打算再做一件有交叉荷叶边的款式 就跟我上次用狄伦布做的那款一样 会很好看的 雪里说 格拉蒂斯站了起来 微微喘着粗气 哦 我觉得有点消化不良了 她说 你不能一吃完饭就马上做这个 雪里说 像那个样子弯着腰 我想我该减减肥了 格拉蒂斯说完坐到了床上 电影公司里有什么新闻吗 雪里总是很渴望知道电影界的新闻 哦 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仍旧有很多人在议论 玛瑞娜格格昨天回到了剧组 她还制造了点麻烦 怎么回事 她不大喜欢咖啡的味道 你知道的 他们一大早上她就要喝咖啡 可是她作了一小口就说 那杯咖啡有问题 显然这是胡扯 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咖啡是从食堂的湖里直接倒出来的 当然了 我把她的那一份倒在一个专门的陶瓷杯里 一个相当别致的杯子 跟其他人的都不一样 但是咖啡都是一样的呀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不是吗 我想她是神经过度紧张吧 谢里说 然后呢 哦 没什么了 拉的形式让大家都镇定下来 她那么做真是太好了 她从玛瑞娜手里接过杯子 把里面的咖啡倒进了水池 这么做 似乎相当愚蠢 谢里 慢条斯里的说 为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啊 如果咖啡里真的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也没人能知道了 你真的觉得会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格拉迪斯惶恐地问 嗯 谢里耸了耸肩膀 招待会那天 她的鸡尾酒就出了问题 不是吗 所以为什么咖啡就很安全呢 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 那你就会一直不断地尝试 尝试 再尝试 格拉迪斯听得瑟瑟发抖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事 谢里说 有人想要她的命 她收到了很多信 你懂的 那种恐吓事件 格拉迪斯说 是啊 嗯 还有那天发生了雕像事件呢 什么雕像事件 一座大理石的雕像 这件事发生在片场 在一个阿地利宫殿之类的 房间角落里 这个房间还有一个 稀奇古怪的名字叫 Shotplan 里面陈列着各种绘画呀 瓷器呀 还有大理石雕像 这座雕像 原本放在高高的支架上 可能没放好吧 不管怎么说吧 嗯 外面有一辆重型卡车 驶过的时候 这雕像就被震了下来 掉在一张椅子上 砸了个粉碎 而那把椅子恰巧就是 玛瑞娜格格之后 与某位伯爵演对手戏的时候 要做的 幸运的是 当时并没有在拍摄 拉德先生说 绝对不能告诉 玛瑞娜格格格 接着 拉德先生换了一把椅子 在那里 昨天 玛瑞娜格格格来到片场 问为什么要换椅子 拉德先生说 之前的那把椅子 不符合骗子的时代 而且现在这一把 能给摄影机提供更好的角度 进行拍摄 可是我觉得 拉德先生 压根就不喜欢那把 新的椅子 两个姑娘 面面相觑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这还挺刺激的 谢里说 不过 这不 我觉得 我得放弃电影公司 餐厅的工作 格拉提斯说 为什么 又没有人想毒死你 或者往你的头上 砸大理石雕像 对啊 但是 有人想谋害的人 往往死不了 死的会是别人 就像那天 巴特克和太太那样 确实如此 谢里说 你知道吗 格拉提斯说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那天 我也在庄园里帮忙 离他们很近 你是说 巴特克太太死的时候 不 当她弄撒鸡尾酒的时候 酒都撒到了裙子上 那家裙子很不错 是宝蓝色的 尼龙塔夫仇做的 为了这个重要的场合 巴特克太太特意 把她收拾一新 而且这件事 说起来很有趣 怎么有趣了 当时我没想到 但是现在仔细琢磨起来 我觉得确实 有趣 谢里一脸期待地 看着格拉提斯 她能理解这里说的 有趣是什么意思 而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指的幽默 看在上帝的份上 快告诉我 什么东西很有趣呀 她恳求着 我几乎能肯定 她是故意那么做的 故意把鸡尾酒弄撒了 是的 我真觉得这很奇怪 不是吗 撒在一条崭新的裙子上 我不相信 我现在很好奇 格拉提斯说 巴特克克先生会怎么处理 他太太的衣服 那条裙子洗干净了就没事了 或者我可以把它改得窄一点 那是一条很漂亮的宽下白女裙 如果我去问问巴特克克先生 向他买下这条裙子 他会不会觉得我很讨厌呢 我想我都不用做任何改动 那确实是一条漂亮的裙子 你不会 鞋里说 介意吗 介意什么 买一条 一个女人死去时穿的裙子 我想说 她还是那样死去的 格拉提斯看着他 这点我倒没有想过 他承认 然后考虑了一会儿 接着又高兴起来 我不觉得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 毕竟只要你去买二手的东西 那东西的主人都死了 不是吗 是的 可是这条裙子不一样 我觉得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格拉提斯说 那是一抹漂亮的蓝色 布料也很贵 至于那个奇怪的行为 他沉思着继续说道 我想我会在明天上班的时候 在路上去一下庄园 跟朱塞普先生谈谈这件事 你是说那位意大利管家 是的 他真的帅极了 眼睛闪闪发亮 但是他的脾气很差 我们去庄园里帮忙的时候 他一天到晚的都在催促我们做事 呵呵呵呵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但是我们几个都不在意 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友善的 我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问问他 我应该怎么办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好告诉他的 Sherry说 哦 那是因为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 格拉提斯执意 用他最喜欢的形容词 依我看 Sherry说 你只是想找个借口 去跟那位朱塞普先生说说话吧 你最好当心点 我的姑娘 你知道那些意大利老是什么样的 随时都有关于私生子赡养问题的条例出台 冲动又狂热 意大利人都这样 格拉提斯心醉神迷的叹了一口气 Sherry看着他朋友那张胖乎乎的略带雀斑的脸 断定自己的忠告完全派不上用场 朱塞普先生 他心想 在别处应该有更好的情人 啊哈 还多可医生说 正在拆毛衣啊 我明白了 他把视线从Muppel小姐身上移到一堆毛茸茸的白色毛线上 你建议过我 说如果不会编毛衣 就试着拆掉它们 Muppel小姐说 您对此似乎相当认真啊 刚起针的时候 我就在样式上犯了个错误 使得整件衣服都丧失了比例 所以我不得不把它全拆了 您瞧啊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样式 对您来说 还有复杂的样式吗 完全没有 我想 就我现在 这糟糕的势力 真的应该坚持之平真 但您会发现那很无聊 哦 我很荣幸您采纳了我的意见 难道我不是一直都听从您的建议吗 海特克医生 您会采纳那些适合您的建议 海特克医生说 请告诉我 医生 当您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时 您脑海里真的在想着织毛衣吗 医生看到马普尔小姐闪烁的目光 就朝马普尔小姐眨了眨眼镜 那么你对谋杀案件的拆解工作 进行的怎么样了 他问 恐怕我的才能大不如前了 唉 马普尔小姐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胡说 海特克医生说 别告诉我说你一点结论都没想出来 当然 我得出了一些结论 而且是相当确定的结论 比如说 海特克医生叛讯地问 如果说 那天的那杯鸡尾酒被人动过手脚 那我实在想不出是怎么办到的 也许事先把药放进了眼药水瓶里 海特克医生提出了他的设想 您太专业了 马普尔小姐钦佩地说 但就算是那样 在我看来 没有一个人看到下药的过程 这也太奇怪了 谋杀不该只是做了 还应该被看见做了 是这样吗 您把我的意思理解得很准确 马普尔小姐说 这是实施谋杀所必须承担的风险 海特克说 哦 确实如此 就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但是通过询问和清点人数之后 我发现当时在场的至少有十八到二十个人 我总觉得在这二十个人当中一定有人看见下药的这个动作了 海特克点了点头 当然啦 每个人都这么认为 但很明显 没人看到 我怀疑 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的说 您究竟想到了些什么呢 嗯 有三种可能性 我现在假设有一个人看到了些什么 二十个人中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假设很合理 我觉得您是在逃避问题 海特克说 我隐隐约约的想到了之前一个有关可能性的可怕实验 说六个戴白帽子的人和六个戴黑帽子的人 您得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打乱帽子的可能性和比例 要是您正在思考这一类问题的话 那么您会发疯的 我向您保证 我完全没有在想那样的事情 马普尔小姐说 我只是在想可能性 啊 是的 海特克一声深思熟虑地说 您很擅长这个 一直都是 您要知道 很有可能 马普尔小姐说 在这二十个人中至少有那么一个 是善于观察的 我认输 海特克说 让我们来聊聊这三种可能性吧 恐怕我只能跟您大概的讲一下 马普尔小姐说 我还没有仔细的考虑清楚 克莱多克总探长 以及在他之前的 科尼士探长 都已经询问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了 所以自然的 要是有人看到了些什么 当时就会立刻说出来的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吗 不 当然不是了 马普尔小姐说 因为这件事压根就没有发生 如果某个人看到了什么 而不说出来 那您认为是为了什么呢 我正在洗耳恭听 可能性一 马普尔小姐的脸颊 由于兴奋而微微发红 看到的这个人 并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也就是说 他是个相当笨的人 这个人 我们可以说他只用眼睛 而不用脑子 这类人是那种 当你问他 你有没有看到 有人往玛丽娜格格的酒杯里放东西 他会回答说 哦 没有 但是如果你问 你有没有看见 有人把手放在玛丽娜格格的酒杯上面呢 他会说 哦 是的 我当然看见了 海德克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承认 他说 大家都没有考虑到 我们当中会有白痴 好吧 我同意你说的第一种可能性 有个白痴看到了 而这个白痴无法领悟那个动作的含义 啊 啊 好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 这种可能性也许有点牵强 但是我确实认为 但是我确实认为也是一种可能 也许有那么一个人 大家对他往酒杯里放东西都习以为常了 啊 等一等 等一等 这一点你得再解释得清楚一点 在我看来 马婆小姐说 如今人们经常往吃的喝的东西里面再加点什么 在我年轻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服药是一种很不好的举止 就跟在饭桌上擦鼻涕一样 那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服用药丸或者胶囊或者一勺药水之类的 你得走出大家都在的房间才行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我跟我侄子Rumont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的一些客人似乎随身携带着很多的药丸和药片 他们会在吃饭的时候服用 或者饭前或者饭后 他们把阿斯匹林之类的药物放在随身的手提包里 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片 就着茶或者饭后咖啡喝下去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 是的 还都可以声说 我现在明白您的意思了 这种观点相当有趣 您是说有人 他停了一下 啊 还是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吧 我的意思是 马普尔小姐说 很有可能 这个猜测非常大胆 但绝对有可能 某个人 一拿起酒杯 当然了 他或者他认为那是自己的酒杯 接着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往里面加了点什么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瞧 人们是不会去细想的 尽管如此 他或者他 没办法保证事情 之后会如何进展 埃德克指出 确实 马普尔小姐表示同意 那是一场赌博 一次冒险 但确实 有可能发生 接着就是 第三种可能 这种可能性